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西兰的奶粉被检出含双氢胺残留的消息 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事实上的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并未制定奶粉中的双氢胺含量卫生标准 尽管这次个别批次出口奶粉检出的双氢胺含量 达不到欧盟标准的1% 而且到目前为止 恒天然公司也只是在2012年9月的一个批次原料粉中 检出了双氢胺 此前以及以后的产品都没有发现 新西兰初级产业部于上周发布了这次检测的结果 对大约全国主要奶制品生产商的2000份乳制品样本 进行了检测后发现 2012年11月以后 从新西兰牧场采集的牛奶缆中 不含任何双氢胺 新西兰初级产业部部长 Venny Makney就再次强调 新西兰奶粉检出的双氢胺残留含量 绝对没有任何食品安全的风险 接着我们再来看来自新西兰通信和信息技术部的一则资讯 新西兰通信和技术部长Amy Adams的证实 由于有线电视已经向数字化过渡 传统的模拟电视传输信号 已经从2012年11月份开始 在新西兰全国逐步的关闭 因此一些无线电占用频道将被腾出 政府计划在今年第三季度 向通讯市场推出这些空置的700M赫兹无线电的频段 这些频段将为本国发展第四代4G移动通信网络 提供了百年一亿的机遇 使移动宽带的传输的速度将比目前高出十倍 4G是第四代 也是最先进的一代蜂窝网络数据访问技术 4G主要适用于那些经常需要在WiFi网络覆盖范围之外的浏览网页 适用应用程序和电子邮件的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用户 新西兰政府已经同意通过拍卖的形式 向市场分配这些频道 并统一按照亚太电信组织的平谱规划 进行管理以适应国际通讯环境 具体分配的计划和价格将由专家研究或公布 政府同时表示 这次频道分配不会对毛利族特别照顾 但将成立特别基金推广毛利文化 接着来看天气方面的资讯 最近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发觉了 最近的早晨是越来越黑 傍晚天黑的也是越来越早 没错 从下周开始 新西兰的夏令市也即将结束 气象预报局称 现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感受到 日出较迟和日落较早的现象 显示全国的夏天即将过去 下面我们再来看新西兰统计局有关婴幼儿死亡率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统计数字 新西兰统计局公布2012年本国的婴儿死亡的数量和死亡率创最低记录 去年全国一岁以下的婴儿死亡人数为256名 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4.2 婴幼儿死亡率下降的原因是由于毛利族的婴儿死亡发生率有明显的减少 尽管统计显示出这方面的短期数据有良好的迹象 但长期改善比较缓慢 接着我们再来看有关对新西兰儿童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数据的分析 根据最近由一个洗衣粉品牌进行的调查显示 新西兰少年儿童比其他邻近国家的孩子更活跃 调查发现澳大利亚的小孩每天参与户外体育活动的时间少于半小时 而新西兰仅有5%的小孩有这种现象 5分之4的新西兰的小孩每天的各种户外活动时间一般会超过一个小时 而花费在玩电子娱乐设备项目的时间的相对较少 80%的孩子每天在对电脑屏幕的时间是不超过2个小时 相比美国儿童平均每天面对电脑的时间超过7个小时要少得多 这是因为多数新西兰家长会限制小孩使用电脑的时间 专家就表示对少年儿童严格制定使用电脑的时间和限制上网的内容 对教育孩子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来关心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 美国海关最近公布了2012年进入美国假冒商品查货的报告 这份报告就显示本年仍有巨额的仿冒盗版商品 试图通过多种方式进入美国市场 虽然总的查货的次数比去年有所下降 但假货的总价值却上涨了1亿多美元 达到了12亿6千万美元左右 美国海关忙得如此焦头烂额 主要对手是中国 2012年仅来自中国大陆的假货盗版货市值就达到了9亿多美元 占美国查货总量的72% 而这些商品是分1万多次被查货的 也就是说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一批中国假货被查货 而且据美国海关报告 假货第二大来源地为中国香港 两地相加后发现 美国海关84%的工作成绩都来自中国 自中国以外所有的假货生产国货地区甚至都没有能够超过1%的比例 称中国假货单条美国海关并不夸张 接着我们再来看有关陨石猎人的资讯 本月15号呢 俄罗斯陨石坠落事件引发了世界的关注 陨石碎片的成为网上热买的商品之一 就连陨石坠落地点也有望成为热门的旅游地 陨石坠落的时候还发生惊心动魄的一幕 它与一架客机是擦肩而过 就在全世界都在讨论针对陨石的安全防疫问题时 一群职业猎人悄悄地来到陨石坠落之地寻宝 一块像样的陨石至少能卖几百美元 其实呢 陨石猎人是早就存在的职业 他们深入大漠雪山搜集西市陨石碎片 月亮陨石和火星陨石的价格甚至可以攀升到每克数千美元 远高于黄金和钻石的价格 而一些民间的追星族们拉帮结社定时发布观测指南 这帮追星星的人也常常结伴而行 扛起他们的家伙去山顶来一场观星的派对 所以下次再看流星雨的时候 记得要看流星的相关的预报 接着我们再到美国去看一下 身处洛杉矶市区有着86年历史的塞西尔酒店 曾经是洛杉矶的地标性的建筑 巨商名流聚集一次 在短暂的辉煌之后 塞西尔酒店成了凶宅和洛杉矶城区堕落的旅游景点 这里曾多次发生过离奇的凶案 谈起塞西尔酒店的当地导游说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塞西尔酒店因跳楼刺杀人数众多而闻名 这里曾经住过两个连环杀手 如今塞西尔酒店经过全新装修以后 面貌是怀然一新 这里也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廉价旅馆 然而随着华语女生兰可尔离奇失踪 沉湿楼顶水箱案件曝光后 塞西尔酒店再度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接着我们去韩国看一下 韩国正在调查一名男子 后者涉嫌向位于首都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内 投掷装有粪便的塑料瓶 涉事男子现年49岁 姓崔住在韩国东南部城市卫山 市民临事工 首尔当地时间22号晚上的8点50分左右 他向日本使馆内投掷一个750毫升 装有他粪便的塑料瓶 以抗议当天早些时候 日本跟岛县举办的主岛 韩国称独岛日活动 警方随即拘押并问询了崔姓的男子 据韩国联合通讯社的报道说 这并非崔姓男子首次做出类似的行为 接着我们来关心科技方面那条最新的资讯 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近日宣布他们研制出了世界上最省油的汽车 百公里油耗仅为0.9升 据了解这辆名为XL1的汽车的动力 是由一台排量仅为0.8升的小型缠油发动机 和一个独立的电动马达及电池组提供的 最高时速为每小时159公里 采用碳纤维材料的XL1的整车重量仅为795千克 大众公司表示将在今年生产50辆此款碳纤维汽车 不过公司并没有透露这款采用混合动力的双座跑车的售价 接着再来看 谷歌去年宣布探索者版谷歌眼镜面向开发者和早期采用者开放 在当时召开的谷歌开发者大会上 谷歌眼镜开始接受预售的订单 预会者有机会以1500美元的价格进行预定 谷歌公司日前还宣布扩大预购计划的范围 富有创造力的个人可通过Google或者Twitter页面可以提交相关的申请加入 谷歌公司称公司正在寻找富有创造力的个人 加入他们成为构建谷歌眼镜未来的一份子 那么如果说科技方面的发明是人们用尽自己智慧的这样的一个手段的话呢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个人这些聪明或者这些小脑筋用在其他不好的方面呢 那就是得不偿失了